將 怎麼在過呢 講什麼小話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實測 人類有沒有辦法用跑步的方式 跑過25公尺長的泳池水面呢 下面一位 失敗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你的體育老師小優 好久不見 大家最近過得好嗎 聽說很多人在下面敲碗留言說 小優到哪裡了 我不就來了嗎 來這邊 問大家有沒有聽過青東水上飄 自古以來傳說中 忍者可以在跑步速度極高的狀態下 輕如紅毛的跑過水面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實測 人類有沒有辦法用跑步的方式 跑過25公尺長的泳池水面呢 而且到時候跟你們講 他們一定過不了 所以我偷偷放水 給他們在水面上用SUP板 一定過不了了啦 好 那我們就來記得介紹今天的選手吧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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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規則如下 每個人有兩條米 只要你掉下水面 就算失敗 那麼究竟到底誰可以通過這個 充滿WAVE的賽道討厭 那我們就開下去吧 好喔 贝贝失败 好赖喔 超赖 到底在幹嘛 第一個名字馬上就掉了 下面一位 怎麼會 不到這了 這兩張機會 當然是 看你是 再給你一次機會 GAME OVER 欸不見了 他不見了 最後一跳 最後一跳 很多成功嗎 沒有 大家看看 既然烤鞋在水上不行 沒關係 我們就到陸地上吧 有點還在暈浪欸 我們剛剛這個挑戰 應該是真的 現在人應該沒有辦法 以前忍者到底怎麼做到的 下次 直接去日本 伊賀仁德村 取經一下 剛剛我們 為什麼要挑戰 輕功水上飄 其實最重要的 就是因為我們這次都穿著 美金龍的 Wave Rider 27代 它也搭載了這個 Wave波浪片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 像這樣跑在水上 今天就來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Wave Rider 27代 這次有什麼更新的地方 這次的Wave Rider 27代呢 其實跟上一代 有一些小小的部分更新 就來好好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呢 整體的鞋重 相對於上一代來講 整個腳感是更輕盈的 那在重量上得到的很好減輕之後 跑步的過程當中 也會覺得非常的貼合你的腳感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到的 就是它的這個布面 可以看到它這次的這個 機能網布啊 它是非常透氣的 而且彈性很好 在跑步當中 不會覺得腳啊 有過度被繃緊的感覺 但是又可以得到 很好的這種固定感受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往內看到斜舌的地方 它也跟斜身做一個連結 可以讓這個 腳背的這種包覆感受 會覺得舒適 但又不會過度包覆到 覺得不舒服的感覺 尤其跑步到後面 大家也知道 有時候腳底啊 會有點脹脹的 然後會有點沖斜的狀態 這個時候可能腳背會覺得不太舒適 所以有這個斜舌的這種 網布的固定設計 就會讓你的腳背感受是更好 往後看到它的竹跟背的部分 相對於上一代的26 這個包覆感受也是更加提升 所以在跑步的過程 就可以覺得竹跟很明顯 被扣在裡面 不會有過度上下鬆動的感覺 那除了這些外觀的設計呢 我們看到中底的材質 今年一樣是搭載了這個 Energy的中底 但是相對於上一代26來說 它增加了2mm 所以在實際跑起來的感覺 我自己穿著兩雙26跟27 同時在走路或跑步的感覺 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27的這個腳感是更加舒適的 因為多了這2mm 你會覺得 上一代好像真的比較薄 在腳踩到地板的那個反饋 是比較直接的 但換上27代之後 我自己的感覺就很明顯 27感覺是可以更加舒適 走更長遠的路段 所以這個2mm是非常有感 所以像這樣的夾心餅乾設計 中間夾著也就是 Mizuno最經典的 Wave 波浪片 所以可以看到 在主體的地方也可以看到 Mizuno Wave 跑起來真的會有 有一點Wave感 我剛好有Wave嗎 我是不適合去夜店 怪不起來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大底 這次的大底材質呢 一樣是使用了X10的耐磨大底 那看到這個大底 我覺得大家對於這個跑鞋 一定是非常有信心 它的耐磨度 一定是可以備受考驗的 尤其在穿著這張跑鞋 我相信啦 超過500公里以後 你可能還會覺得 這張鞋怎麼還沒換 換新鞋就底都還沒磨完 要給大家一個觀念 跑鞋不是底磨平衡才要換 其實跑400公里到600公里之後 你的中底就會有一定程度的潰縮 這個時候它的緩震效果可能就沒這麼好 所以還是要適當的換跑鞋 雖然它很耐磨 我們剛剛跟大家介紹的都是機能網布的系列 那其實它在同時間還有推出另外一款 這個叫做SSW 比如平支的這個布面鞋款 那可以看到兩款的布面材質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自己在實際穿著之後 機能布面鞋款是更得輕量化的 重量大概差了20克 但是以平支布面來說 它是更加透氣的 而且這個透氣效果 其實可以看到我裡面的手指 有嗎 我在比什麼你們看得到嗎 最重要的是這次除了這個鞋面的材料不一樣之外 它在鞋帶的配色有一些小巧思 像我這一雙的配色呢 鞋帶就有跟我的鞋子的主要配色來做一個搭配 那我另外一雙機能性的這個布面 也會有跟鞋帶做一個搭配 那它其實是一個 稍微具有彈性的這個鞋帶材質 那這次的兩款呢 其實都是21楦的楦頭 所以其實在我腳背沒什麼肉的這種 一般楦頭的腳感上 穿著原尺寸 會覺得腳背稍微的有一點點空隙 可能要稍微綁緊一點 但還不至於要穿到小半號的感覺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要到現場套兩回事比較準確的 我這次第一次穿這個Wave Rider 27的感覺 就是感覺它很寬敞啦 走起來也很滑順 然後像天氣那麼熱 穿去跑步 平常我穿普通的跑鞋 都會覺得腳絲絲的 但是它讓我感覺非常乾爽 而且不會很軟它 我覺得走路也非常舒服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差不多這邊結束啦 如果說新手跑者要問我說 平常我想要開始跑步 該選擇什麼樣的跑鞋 我覺得無庸置疑的 我一定會推薦Wave Rider 27 給剛入門跑步的跑者 因為這雙跑鞋的定位呢 它的緩震、支撐、Q彈 我覺得都是非常全面的 對於新手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好上手 而且也不太需要時間去適應的 那你在該支撐的時候 它會給你很好的支撐感受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來挑戰 輕功水上飄的影片啊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樣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別忘了留下你對於今天 欸 今天有裁判耶 你們要留言一下吧 好啦 我是你見楊哲瑞 我是天母鳳利索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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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劉 fast Wir劉 我們不必要去組んで ig Isha 那麼 好,好,好,好